据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认为 部分美国人拒绝接种新冠疫苗原因 是他们不信任信任的政府 并怀疑为拜登带来胜利的选举结果 特朗普在周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称 人们拒绝接种疫苗 因为他们不信任政府 不信任选举结果 当然也不信任拒绝说实话的假新闻 特朗普称赞自己的政府 在应对新冠大流行方面做得很好 通过精速行动等项目 疫苗的研发和支付方面 都以创纪录的时间完成 虽然他鼓励人们接种疫苗 但是他的一大群支持者 在接种新冠疫苗方面过于谨慎 拜登政府未能实现 在7月4号前 确保70%的美国成年人 至少接种一剂疫苗的目标 尽管如此 根据CDC的数据 仍有1.61亿人完全接种了疫苗 68%的成年人 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 尽管达 未经许可,不得翻词